各位親愛的同志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收看由萬通國際投顧 林中祥為您製作的標股極先鋒 好本來真點小作夢應該有不錯 但是美國股市崩跌 造成台北股市在這裡也大跌了325點 盤中最多還跌了379點 嚇死人 所以我們今天有一些股票獲利了結 但是押回來我們要再買 各位在這裡給你看一下 我們今天獲利了結哪一支股票 就是3504的陽明光 你不賣打到差一點跌停板 但是我們買的價錢大概就是在這裡 對不對 漲兩天了賣一趟下來可以再買 他線型還沒有破壞 104 105的支撐還蠻強 所以明天如果說量縮價穩 再買回來就可以了 當然在這個地方各位投資朋友都注意到了 股票市場我們來看一下各位在這裡看 大盤在這個地方從18000點跌到了這裡 然後再做一個反彈1000多點 好今天的低點是不是跌破這邊的跌破這邊的跌破 有喔有跌破喔 今天有大量有換手量喔 那就注意到了 明天開始什麼股票會漲 我一直跟各位投資朋友講IC設計 IC設計 好 IC設計 808昨天收盤804那你今天還去追嗎 當然不要 從580到800塊已經賺了220塊錢 當初我帶你從300塊做到900塊 各位賺300塊 那這裡怎麼會沒有辦法賺那麼多 那大盤本來就這樣啊 你看這裡創新高是不是比這裡創新高 創新高哪有道理去追的嘛對不對 那拉回來又是在這個地方700塊左右 我們又打算買了 老師明天有700塊可以買嗎 我不知道 但是來了我們就可以買了 對不對 又好做又好賺 那今天我們看一下天玉4961的天玉 今天收盤199 我們好多投資朋友在line裡面問問 老師那個199吃到飽真的199 老師他到底會不會漲 老師他到底會不會漲 上一次過了月線又跌下來了 指標背離了 那明天應該又漲了吧 對不對 下午舉辦法說嘛 我們這一支股票做的是蠻成功的 當然在這裡做有點失敗 沒關係 因為還看好它 還可以慢慢做上去嘛 對不對 當初150你也不相信 200塊你也沒來找我 湯小姐都有來嘛 280我們在這裡還在買 我們出在380 380都出完之後 在這裡209開始買 211 240 280還在買 348全部出光光 出光光之後 因為我們不要參加出全席嘛 結果下來我們買比較早 買260啦 買280啦 甚至有的會員買到300塊啊 老師300塊跌到200塊 老師我就賠 一張賠10萬 我沒關係 我們再賺回來 將來再從190 290 390 490 這樣子賺回來 對不對 它業績不錯啊 今天舉辦法說啊 看今年能不能賺30塊40塊啊 肥肥比10倍的話就怎樣 就300 400啦 對不對 盤不好啊 你看都 這裡如果不叫底部 那什麼叫底部 我不知道啦 老師這裡也是底部都不太漲 後來一漲就飆漲停了 老師這裡好盤整理也是底部不漲 後來一飆又飆漲停了 各位那業績不錯啊 我們看一下 明天只要開盤 盤中越過205塊 就是過今天的高點 就確定了 所以這檔股票沒有賣 5351的預創 各位來看一下5351的預創 來看一下 5351的預創 老師 你還說真的會回到月線44塊2 但是今天賣壓比較重 來到44塊2 44塊2之後就往上拉 對不對 後來大盤不好又跟著殺下來 沒關係 各位 明天 盤勢好一點 機會對了 我帶你做當抽 明天搞不好 買在平盤以下 插一下就衝上去了 明天這檔股票我們鎖定 好不好 行情對了就做 就這麼簡單 各位看一下 對不對 我們從25塊 23塊25塊一路買買買買買 34塊一路買買買買 到50塊以上沒有叫你追 下來在這裡再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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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獲利出一半 老師為什麼要獲利出一半 為什麼不全出 因為我下來要再買 老師我全出我就漂亮了 當然了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了 出一半 資金留下來 對不對 各位就這麼簡單 來我們看一下陽明光 陽明光其實還算蠻強的 因為打到差一檔跌停板 又被人家拉上來 那我們要看到底誰在買 那如果買的人對了 我們明天又可以開始做陽明光 好現在我要跟各位投資朋友講 盤面上 因為受到這個大陸限電的影響 太陽能的股票很強 太陽能跟矽晶圓的股票很強 所以我們就鎖定 兩三檔太陽能跟矽晶圓 你不知道沒關係 加入我的Telegram 我Telegram會告訴你 W1788標股極限風 發電的 太陽能的 矽晶圓的 有什麼股票 在這裡值得留意 我要開始讓你賺錢了 當然除了本來的IC設計之外 我要讓你賺錢 各位我講的話很清楚 我也告訴你3035的資源 對不對 我告訴你今天不要追 你今天追的全部套 但是 各位 他回到什麼點可以買 他回到什麼點可以買 你自己有沒有看到 家 我已經告訴我的一些會員 他 他明天再跌一點 搞不好我們可以做憲股當衝 這支可以做 這支可以做 5483的中美金 老師今天也下來 對不對 這一根漲停板 剛好這個低點跟這個低點一樣 老師他會不會再往上走 他是矽晶圓 他也是 節能概念股 這支股票不用殺低 搞不好整理整理兩天 啪節就上來 我帶你做價差 好不好 我帶你做價差 股票市場就是要講在前面 如果今天跟你報告中美金 然後我後面帶你做 那就對了 對不對 我們一定股票都要講在前面 就像我在告訴你 335的資源 我要帶你買 我要帶你怎麼做價差 我就事先告訴你 就像我告訴你 3504的陽明光 我要帶你怎麼做 明天可不可以做 你就跟著我做 就像5351的預創 我要帶你怎麼做 各位 就已經講了 就像4961的天域 各位明天開盤 如果沒有意外 大概今天的高點 就應該要過 今天的高點是多少 你注意到 盤中還有買盤再介入 今天的高點多少 204.5 對不對 老師 萬一明天開盤一過了 那沒關係 憲股當沖 手上有對不對 再把它沖個幾張 好玩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好玩 對不對 老師 艾普今天沙那麼深 當然 從580 580 我們就開始做 580 612 615 670幾 就一路做做做 師兄 他今天把他全部砍光光 因為他账助比較多 他想我砍掉 現在我們一天再開始來做 從500多塊做到600多塊 做到700多塊 做到800塊 夠了吧 夠了吧 對不對 所以各位 股票市場沒有你想的這麼難做 對不對 湯小姐跟林先生 當初帶你們從300塊做到400塊 做到500塊 做到600塊 做到700 做到800 做到900 夠意思吧 對不對 那是在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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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大盤 今天大盤的低點 這個低點 有破這個低點 老師真的有破 對不對 老師 人家說從這裡開始會跌到年限 說實在的 有沒有跌到年限其實不重要 因為有的股票已經跌不下去了 我們看一下 2409的勇拿 你看 股票已經腰斬了 35跌到16 跌不下去了 看到沒有 3481的群創 已經跌不下去了 有沒有看到 面板 今天面板還有利空 說什麼10月份 那個面板 這個報價會大跌 大跌個屁 股票已經不跌了 但是有些人告訴你 說什麼2603 這個長榮會大漲 這個大漲很難 這種股票大漲很難 了不起區間 區間操作 因為長榮這種 它是景氣循環 它不會一直好 你要做價差是可以的 但是要做波段沒有 我能不能在這裡就這樣告訴你 就很簡單 大盤的指數今天這個低點跌過這個低點 導致會不會再跌到這裡 就算再跌個100點 有的股票也不會跌 為什麼 因為最近是在輪動 會員聽好 明天開始 除了IC設計 我們就做那幾檔之外 我們手上的IC設計 全市場都知道 就是愛譜欲創天譽 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們就這幾檔在操作 記得嗎 我在前兩天我還告訴你 6643的M31 叫你不要碰 你看 你看 橫盤整理破底 拉上來又是橫盤 那你買在這裡會等很久 會等很久 除非它再跌到這個低點 這個低點上來也不見得會到這裡 對不對 是不是很弱 你是不是套牢了 對不對 各位 還有我們再告訴你的什麼 6533 金星科 你看 比艾普還長 他連漲都沒有漲過 ABC還在跌 破了年限 老師那個金星科 人家說是聯發科集團的 不必的 股價四五百塊 賺的又沒有天獄多 怎麼可能比天獄還貴 天獄漲到四五百塊 我還相信 對不對 我在這裡告訴你 3228 金利科今天很快跌停 老師人家金利科說明年賺五十塊 我跟你講你又不相信 今天才賺兩塊 今天才賺兩塊 明年賺五十塊 那天獄 今年就可以賺三四十塊 那明年賺一百塊好不好 隨便用喊的吧 但是我們要實事求是 今年到底有沒有賺那麼多 明年的事情你去預估 你又不是公司的老闆 你只是為了炒股票 講明年賺五十塊 跟你講你也不相信 各位真的 還有六七五六的威風 你看IC設計這高價的 你看跌多慘 這跌多慘 你看這裡一個頭 這裡不是另外一個頭 這下來都沒有支撐的 這下來真的都沒有支撐的 有啦 大概跌到這裡有支撐 因為這裡是漲停漲停漲停上去 大概跌到這裡有支撐 對不對 安格 軟趴趴老師的安格 不交代一下嗎 6684 還有人吐槽我說 老師安格不會漲的話 那應該安國也不會漲 對安國也不會漲 安國我們又沒買 對不對 你看安格 你看 怎麼上去怎麼下來 老師我買在這裡 賺一根漲停 兩根漲停 三根漲停 我告訴你很多投資朋友都買在這裡 我那個持股分析 很多投資朋友都買在這裡 快要哭出來了 他如果是沒有 有空單的話 我在這裡我就給他空了 200多塊一空 這裡馬上變成都要150 今天有沒有150 150 對不對 今天150 這種股票你不要摸了 老師 那你的這個也很慘 你的4961也很慘 對不對 沒關係 他下午法說 業績好 那明天就上去了 對不對 各位 你看 這裡到這裡 對不對 這裡到這裡 對不對 橫盤橫盤 下來了 這裡你看 他要跌之前他會先漲 你看那個安格 看那個金利科 連漲都沒有漲過 就每天跌 難道你這樣看不出來嗎 明天 天域就上去了 我們來看看 明天會不會上 今天的最高點是204.5 明天會不會過 明天過了 那就一個短底 當然 他在這裡要V型反轉 看起來還沒有這個現象 但是 他能不能排一個底 慢慢往上做走高 可以啊 我拔一個底 對不對 我前天還大漲 昨天還大漲到218 前天 對不對 所以 業績還是很重要的 你看 他有跌沒錯 他有跌 但是業績好的股票 他是漲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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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吐渣上去 不然 大盤不好 他每天漲停盤 我告訴你每天漲停盤 跌的才凶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這是不是漲停盤 漲停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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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這裡不交代了 然後下來是跌停盤 跌停盤 跌停盤 不然 跟你講 安格 看好就收 現在沒有老師會介紹安格了 軟趴趴老師也不會介紹了 他現在開始介紹一些 很奇怪的股票 很奇怪的股票 那 對不對 所以各位啊 股票市場 就是這麼回事 一場遊戲 一場夢 當然我們帶會員 我們是盡量要讓會員賺錢 會員來找我 我就是要讓你賺錢 對不對 這麼爛的行情 3504的陽明光 我也讓你賺錢 這麼爛的行情 5351 我在這裡還是讓你賺錢 這麼爛的行情 6531的愛普 我可以讓你賺200塊 對不對 這麼爛的行情 各位我在這裡 4961 4961 讓你沒有賺到錢 沒有賺到就是沒有賺到 老師沒有賺到都不敢講了 那明天開始讓你賺呢 對不對 所以各位啊 老師要實在一點 陽明光下來又可以買 不然 對不對 你看陽明光是不是所有光學股最強的 你看 一根漲停 橫盤 一根漲停 一根 一根10% 一根11% 那先出掉 下來 下來再買 你看陽明光是不是比 3406的郁金光還強 郁金光是一致破底 我們當初從這裡做到這裡 為什麼就不做了 因為我發覺這個線型不對嘛 下來 反彈這一波沒做到嘛 你看 後面就是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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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做嘛 沒辦法做嘛 對不對 5351的預創 各位 衝一段 開低走高 開低走高 人家最少是N字型 N字型 N字型 上去耶 這種做起來才有醋味嘛 才可以賺錢嘛 不然耶 對不對 6531的愛普 對不對 580 612 6125 一路往上做走高 你看這個這樣上去 不是很水氣嗎 就這樣才可以賺錢嘛 不然耶 所以各位啊 股票市場 我在這裡告訴你 加入W1788標股級先鋒 今天 買山送山 10月份的標股 當著你做 明天我會帶 清代的會員 還有一般的會員 我們做價差 讓你賺錢 有感的賺錢 不是沒有感覺的賺錢 各位 我在這裡跟你講 光學 能源股 能源股 能源股有很多 很多能源股 IC設計 祝各位同志朋友 操作順利愉快 謝謝 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